各位掌神,歡迎大家回到營養教室 今次想跟大家去看看市面上近幾年有很多不同的飲食方法去幫助自己去控制體重 為什麼有些人成功?有些人又不成功呢? 到底政府的飲食建議又是否適合每一個人呢? 今天跟大家去看看這些不同的飲食建議 其實很多人都說了,很簡單,你想保持自己體重,保持自己的身形 你只要達至一個叫做熱量平衡的狀態 即是你吃多少熱量,就等於你洗走多少熱量 當然,如果你想瘦身的,你便要多洗一些熱量 即是你吃的熱量比你洗的熱量少 就是我經常說的,就是你多洗一些錢 又或者你洗錢不夠的,你把錢儲起來,就會變成一個大圖 那是不是這麼簡單,純粹去計算熱量去計算數呢? 如果真的純粹去計算熱量的話,那為什麼現在科技這麼發達呢? 為什麼我們不就這樣設計一個程式,把所有食物的熱量都加進去? 那就完全不需要有煩惱了,是不是? 我相信有看營養教室的人都知道 確實的,我們熱量的來源主要有三種的 那第一,有碳水化合物的來源 那我的比喻就是,它好像一個電能的 那另外第二就是一個蛋白質,那好像石油氣 那第三就是脂肪,那它就好像一個煤氣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去比喻呢? 因為其實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首先第一就是 它們提供的熱量相對於脂肪是比較少的 那所以其實它們會比較便宜一點的 因為它們沒有提供那麼多的熱量 那但是脂肪呢,它提供的熱量是 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的兩倍 那所以,比起身體來說,身體會覺得 哇,脂肪很正的 那一一看到有脂肪,就很喜歡儲起來 那所以,其實我們身體用熱量的喜好呢 它自己都有它自己的個人喜好 那首先它會用一些最便宜的能量先 那就是碳水化合物,即是電能 那當然就是蛋白質,因為蛋白質對我們身體有很多功能 我們未去到絕地求生,完全是沒有熱量那一刻 我們身體都不會用蛋白質的 那去到最後就是,真是沒有辦法 你只剩下煤氣,就算是很貴的,你也要用 那所以,其實我們身體是有一個它自己用熱量的次序 那但是,是不是每一個人用熱量的次序都是一樣的呢? 那我們看一看,其實政府的飲食建議 20年前已經是跟現在這個飲食金字塔都是一樣的 那大家見到就是,最底部的就是一些的炭水化合物 那我相信其實是因為跟剛才那個的熱量使用方法 就是我們身體絕大多數我們都會用了一些炭水化合物 那所以我們其實就要每一天去補充 那這個是一個政府的方向 那所以其實,大家會見到的是油其實是在最頂的那個位置 它是建議不吃的,但是炭水化合物簡單來說就是 你看到其實佔了整個金字塔裡面的面積 有一半的面積都是炭水化合物的 那所以結果就變成怎樣呢? 很多人就走了去吃一些叫低脂的飲食 譬如一些低脂乳酪,甚至是脫脂乳酪 那確實它的脂肪量可能是真的很少的 那但是我們經常都說,我們飲食的時候 我們要選食,記得要看一個的營養標籤 我們看到其實這一杯的乳酪,小小杯 已經有18克的糖在一面 那就是簡單來說,有三顆的方糖 那又或者有些人以前他平時吃開 多時他就很喜歡塗花生醬 那花生醬大家看到這個營養標籤 一百克就有六百多卡路里 那些人就變成不吃了,不吃花生醬 那但是我相信沒什麼人會就這樣當勤一塊多士 那變成怎樣呢?查一下果醬 那果醬大家可以看到 一百克的熱量其實就是二百多 那相對起花生醬確實少了四百 但是,經過政府這麼多年的努力去提倡這個低脂飲食 我們其實香港的過重甚至乎肥胖的問題 是一點都沒有改善的 而且一直都是高企住四十個巴仙 和其他西方發達國家,香港只是折折領先 英國都是二十個巴仙 所以說其實我們香港的低脂飲食的模式 是否真的適合我們亞洲人呢? 瑞典的人永遠都走在最前線 瑞典的政府看到他們提倡了這麼久的低脂飲食 但是他們的國民肥胖的比率都是這麼高 結果他自己去做研究了 發覺原來我們不應該把碳素化物的比例這麼高 我們應該要加一些脂肪進去我們身體裡面 因為我們身體確實是需要脂肪的 之前也有跟大家說過 令脂肪不等於最健康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身體很多情況下 我們都需要用脂肪去做一些物質 譬如是一些荷爾蒙、細胞膜 又或者是膽固醇其實自己本身 都是有一個功用在裡面的 可以保護我們的內臟器官 所以其實脂肪我們確實是需要的 所以其實瑞典是第一個國家去放棄這個低脂飲食 它還逐年抵震 它由2005年 即是我們香港提倡這個飲食金字塔的時候開始 它就將脂肪的攝取量 提升到每天的總熱量的30% 而近年再極大力加大 直到2015年去到40% 但是當然大家會知道 我們看本來的哲學都是30% 就是我們沒有去到瑞典政府這樣走在最前線 但是其實為什麼他們會有這個調節呢? 就是因為他們做了一些很集中性 針對性他們人口的一些調查 因為不同人口有他們不同的基因 會影響他們自己使用熱量的方法 所以就來跟大家看看 其實我們身體裡面是怎樣去處理這些熱量的? 其實我們身體熱量的代謝過程大無小樣都一樣 無論是碳水化合物也好 蛋白質也好 脂肪也好 首先就是它會帶到我們的小腸裡 讓我們的小腸可以把它們拆細些 小粒些 之後經過小腸 其實就會傳送到我們的肝臟裡 再繼續去分解 再繼續去組合 組合到一個適合的職目 再給我們運送到不同的地方 這個時候呢 有可能就會把它運送到血管裡面的地方儲存 運送到我們肚腩的脂肪細胞儲存 又或者其實會運送到我們的肌肉裡 讓我們去溶 這些其實全部的運送過程 我們全部都要一些的酵素 一些的蛋白質去幫我們去運送 而這些的酵素和蛋白質其實就是一些的船 所以我們身體最終會把這些的熱量 運送去儲存它 還是運送到肌肉裡來用它 那就很視乎我們身體有哪一種類的船 以及我們身體有多少這些的船 所以我們透過一個基因測試 我們可以知道自己身體裡面的船的種類 我們船的傾向性是哪一種類比較多 跟大家看幾個基因 我都不講太多基因 如果有聽過我們Gene Stark的朋友都知道 我們裡面測試過八條的基因 我都不可能逐條說 但是我抽了一些比較熱滿的基因 可以跟大家去看一看 這個FABP2的基因 就是一個基因 將這些的脂肪 帶到我們的淋巴系統 為什麼帶到淋巴系統呢? 因為其實我們血液主要的成份是水分 水混油是永遠混合的 所以首先他要將它帶到一個淋巴系統 淋巴系統就可以 混合淋巴系統 幫我們去到肝臟 它就直接暢順一點去找 如果不是水混油 你就有多少隻艇都載不到脂肪去到肝臟 所以FABP就是你的能力 將多少的脂肪運送到淋巴裡 發現如果有FABP變異的人士 他們的飲食模式就會很喜歡 將這些的脂肪帶到淋巴裡 不帶到肌肉裡用 特別是甚麼呢? 特別是中國人 中國人如果FABP出現了變異 所以如果你的基因類別出現了TT 你就要留意 一個高脂飲食是絕對不適合你 簡單來說 現時很流行的山童飲食是絕對不適合你的 什麼是TT呢? 一會兒我會和大家去看看 我們收到一個詳細的Gainstack報告 在哪裡我們可以找回自己的基因類型 所以中國人自己本身已經不是一個特別 喜歡吃油份為主的飲食民族 所以我們其實很多人都會在這個 基因出現TT的情況 所以我們中國人基本上 生酮飲食的成功率為什麼這麼低呢? 其實是我們自己先天性預設了的 另外第二個研究就是發覺 如果出現TT這個基因變異的人士 如果他吃一些高脂肪的飲食 缺乏運動的話 絕大多數都會使人 脂肪會更加容易氧化 那氧化是什麼意思呢? 即是生瘦 大家可以幻想的就是 如果你買一個不鏽鋼 不鏽鋼當然不想它生瘦 但是如果不鏽鋼開始生瘦 那就是怎樣呢? 你那個鍋開始沒有壞 你要扔掉了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身體 特別是我們的血管裡面的脂肪 開始氧化開始生瘦 的話 那我們的血管的質素也會降低 那所以 出現了這個基因變異的人 記得千萬不要嘗試去進行 一個以高脂肪飲食為主的飲食模式 另外再和大家看一個基因 這個基因就叫PPARG PPARG 其實就是一個酵素 負責帶一些脂肪 不是純粹進入細胞 是直接進入細胞核裡面 上次Dr.Hanning說的就是 我們細胞就像一個牛油果 我們細胞核就像牛油果那顆核 細胞核裡面就是我們的DNA 這些脂肪全部帶進去細胞核裡面 其實是一個好事 第一 我們的細胞可以儲存這些脂肪熱量 第二 其實我們的細胞核是用最多熱量的地方 其實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會有PPAR這個酵素 是因為這個酵素其實是幫我們冬天儲存熱量的酵素 大家要想的就是 我們遠古時代的祖先 他們是以打烈為生的 所以其實他們沒有雪櫃 沒有一些可以保鮮食物的方法 去到冬天其實就是主要靠自己之前儲存的熱量 所以基本上絕大多數人都會有PPAR這個酵素 在自己身體裡面 但是到底你PPARG這個基因 導致你PPAR的能力有多高呢? 這也是很影響我們 如果有一個PPARG變異的人士 他去配合運動 他的血糖水平是可以改善到的 但是如果他不去做運動的話 其實他的血糖水平很容易會比較偏高 因為他的能量就會是… 因為我們身體就會主要是 帶了些脂肪進去細胞核裡面 身體用不到脂肪的時候 我們主要就要用一個碳水化合物為主的一個能量飲食 所以其實我們血液裡面就會充斥著很多一些血糖 讓我們隨時去使用到的 所以其實可能有PPARG的人 不單止他不應該去進行一個高脂的飲食 更加應該的就是他要去吃一些東西 去幫助自己穩定的血糖 另外有一個研究就是特意去看有PPARG的人士 他就邀請了二千多個護士 分三組的 最終就是有高脂飲食的那一組別的人士 其實他們會比起另外兩組別人士 就更加容易是有肥胖的機會 所以大家要記住就是很多飲食其實都是有效的 但是是不是一個適合你的飲食 你要記得的就是我們要找一個個人化的飲食 所以就是為什麼政府提倡了這麼久 飲食金字塔 但是我們的肥胖人口也是這麼多 好,來給大家看看 如果大家真的用了GENSTAR 收到的報告的時候應該怎麼看呢 首先第一,我們可以看看 我們現在看的是一個什麼的類別 假設是一個碳水化合物的類別 就會寫在最頂端的 然後我們會有兩個不同的檢測結果 一個就是基因檢測結果 另一個就是一個生活習慣的結果 基因檢測結果就是說你高風險還是低風險 不是說你的基因類型 生活習慣就是看看你現時的生活模式 會不會令到你都是高風險 在你一個健康組別類別 好了,我們也會有些健康的資訊 譬如假設就是 到底碳水化合物是什麼 其實簡單來說就是 碳水化合物是我們的能量來源 我們有分好的碳水化合物 和比較壞的碳水化合物 這些就是會影響我們一些升糖指數的碳水化合物 影響了我們的升糖指數會怎樣呢? 會影響我們的血糖 那麼我們也會有 那到底在健康方面有什麼影響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 當我真的屬於一個高風險的基因測試 和生活習慣都沒有改善高風險的時候 有什麼我可以做 有什麼我可以調節 譬如假設 因為碳水化合物代謝 原來我基因偏向的就是 我很喜歡用碳水化合物 所以我的血糖有很多糖分 令到我隨時都可以用到碳水化合物 這個時候就是怎樣呢? 我們就可以吃一些複合性的碳水化合物 在這一個你要知道的項目 你就會知道 有什麼我可以去做 去改善自己的飲食模式 譬如剛才提到的就是 譬如一些複合性的碳水化合物 會有哪些呢? 譬如在一些全穀物的荒包 又或者是一些新鮮食用的蔬菜 那有什麼是一些衰的碳水化合物呢? 譬如一些糖果類 我們就可以在這個飲食部分找到 最後當然就是 你可以透過這個基因表 你會知道自己的基因類型 譬如剛才提到的就是 一些基因裡面有沒有一些便宜 譬如剛才提到的就是 譬如假設PPARG 你是屬於PPARG的類型 你就會有這個風險 譬如剛才提到的 你就可以在這個基因表裡找到 還有到最後 就是有一些冷知識 譬如假設 到底你知不知道 太水化合物 每一天吃多少克 就是一些冷知識 這就是一些比較有趣的資料 可以看,可以不看 我們又來看看 這個資料 包括脂肪代謝 譬如剛才有提到 其實都是類似的 我們全部的報告的形式都是一樣的 但當然 關於健康類別的就是 其實脂肪是甚麼呢? 脂肪是否一些衰的東西呢? 不是的,剛才也有跟大家提到的 就是可以幫我們做身體的 一些荷爾蒙,一些細胞膜 更加重要的就是 我們可以透過脂肪去吸收一些脂溶性的維他命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高風險的 你就要怎樣做 低風險的 你也有事情要去處理 基因類別 剛才說的PPARG 如果是AA類型的,你又有怎樣呢? 大家可以看看 剛才說了這麼久 到底基因是甚麼呢? 因為接下來會跟大家說 一個基因就是 近幾年都很熱門的基因 所以首先想讓大家知道 其實到底基因是甚麼 拿來做甚麼 基因簡單來說 就是一個 好像我之前說的 就是一個作文的範本 它幫助我們不斷複製和使用 我們複製使用完 最終想做出來的產品是甚麼呢? 我們想做幾樣東西 例如是酵素 荷爾蒙 和蛋白質 主要都是圍繞這三樣東西為主 它會怎樣做呢? 剛才大家看到的是一條基因 在這條基因裡面 大家可以看到 整個彈簧 我們拆開它來看 其實通常就是兩條基因捲在一起 我們拆開它來看的時候 就是當我那條基因要複製 大家看到它打開之後 看到紅色那條 就是在複製的基因 它一直在複製 它會延伸出一條很長的基因 我們可以透過用紅色的基因帽 我們就去模型做 做一些蛋白質出來 大家看到 右手邊就會是紅色的帽 我們就不斷黏 大概黏夠三粒 它就會離開 就是蛋白質 又或者是荷爾蒙 又或者是酵素 總之就是黏夠了 這條紅色有多長的 我黏黏黏黏黏 如果這條紅色短的 我就黏幾粒 如果這條紅色長的 我就黏多些 所以 就可以製造到不同大小 身體需要的物質出來 所以其實這條紅色的基因帽 對於我們來說非常重要 現在就想跟大家說 一個叫做FTO 一個叫做肥胖基因 大家一定要記住 因為這是近年最熱門的基因 FTO其實是什麼呢? 在美國有一個政府部門 就叫做GWA 專門研究基因 只是研究基因 也很想知道 到底肥胖和基因的關係 所以其實他們做了很大量的 樣本採集 去看看到底身體肥胖的人 和體重健康的人 他們的基因上面有什麼分別 就發現原來有一條叫做FTO的基因 大家記得剛才所說的基因 最終我們要的就是 那條紅色的基因帽 幫我們製造不同的基因 所以FTO這一部分的基因 可以製造很多不同類型的紅色 如果我的FTO打開 可能不是很多的 我製造一條短一點的紅色 或者我打開的 製造一條長一點的紅色 都會影響我們製造不同的蛋白質 所以FTO這一個基因 它其實是在很多不同的過程中 都會有參與 譬如假設它會做一些 我們之前所說的 有些飢餓的酵素 和飽肚感的荷爾蒙 它亦都會有參與 它可以透過它自己本身的這條基因 複製不同的紅色基因帽 它亦都會有參與一個蛋白質的代謝 譬如有FTO變異的人 原來身體很喜歡用蛋白質的 很喜歡消耗我們的肌肉來變成蛋白質的 所以FTO它參與很多不同的類別 所以你會看到其實在蛋白質代謝 脂肪代謝 食欲控制 你都會看到FTO 因為其實它是一個被叛基因 所以如果在FTO出現了AA的人 你就要留心 你屬於一個高風險的人士 當然如果你是這類人士 一個高脂的飲食都未必適合你 剛才說到FTO 大家可以看到 剛才脂肪代謝會出現 就是因為出現AA的人 其實他身體很喜歡消耗蛋白質 所以他更加需要補充他的蛋白質 來確保他的身體蛋白質量是足夠的 所以可能FTO出現AA的人士 一個高蛋白質的飲食 就會比較適合 這些我們都會在你要知道的部分 其實都會寫出來的 好了 到最後和大家溫習一下 到底有什麼是肥胖基因 我相信不需要等 可以和大家很快開估 就是FTO FTO是近幾年肥胖基因 在我們身體參與很多不同的過程 AA人士的話 就特別需要留心 可能一個高蛋白質 低脂的飲食就比較適合你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下次我們就看看 到底我們的食慾 我們本身身體 是否偏向喜歡草脂肪的人 下次就和大家看看這兩個部分 我們下壇的營人教室再見 拜拜 之後再製個肥胖 sauna tycznie disadvantages 極臨